台视的主播陈嘉宜被2024总统候选人郭台铭邀请成为团队发言人 日前他发文透露因孩子发烧呕吐 被迫临时请假半天照顾孩子 将近中午的时候才回到办公室上班 原本陈嘉宜还庆幸来得及跟上接续的行程 不料刚加入团队10天的他却被郭台铭杀令收假 让他赶快回家照顾孩子 过意不去的陈嘉宜表示自己还是跟着团队一起 参与接下来的工作行程比较好 但郭董直接回绝并要他听自己的话 陈嘉宜只好照办 在返家途中郭董还特意来电表示 一切都以家庭为优先 而且他的孩子还小身体不适的时候 最需要母亲在身边照看 还强调不要烦恼工作的事情 短短几句话让陈嘉宜非常感动 也决定把郭董的暖举写成文章分享给大家 陈嘉宜 什么事 许可 обяз